各位好 欢迎收看台湾演绎 台湾面积虽小 不过2023年的世界竞争力名列全球第六 这坚强的国力让人很难想象 在一百多年前 台湾有九成五以上的民众 都是文盲 为了启蒙明智 当时有一群有志之士 像是林献堂 蒋贵水 在1921年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 集结知识分子 展开一系列的讲习会 发起台湾重要的一场文化启蒙运动 让人感动的是 民众的求知欲超乎想象 即使像刑法这类艰深的议题 听众依然将会场挤得水泄不通 这期台湾演绎要特别电视首映 台湾研究基金会 以及台北政经学院基金会 委托史多里公司制作的纪录片 台湾人前进 我们一起来看 台湾文化协会是如何翻转台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台湾第一热血男儿 在讲这句话的同时 杨栋梁与他的同伴们 正在迎接一场台湾殖民历史上 最大的政治风暴 天皇陛下的御心 天皇陛下の御心を知らず 御恩に報いようともせ 思想の策を 共栄心の固まり 日本国民となるを願わずんば 台湾より一つより 他に道なし 最后我要说 感謝心明 祝我新闻台湾人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林县堂早有所闻 于是托人牵线 希望能够见面一谈 原来两人语言不同 梁启超讲广东话 林县堂说台湾话 双方竟然无法对话 还好 两人最后透过笔谈 仍然能够顺利地交流 梁启超建议林县堂 短期之内中国自顾不暇 不可能协助台湾 但台湾可以仿效当时的爱尔兰 向大英帝国争取议会席次 也就是采取温和抗争的议会路线 梁启超的建议 影响了林县堂日后的政治决策 这也与林县堂的政治性格 不谋而合 后来的林县堂 带领着海外留学生 朝着温和的抗争路线而努力 当时在日本的台湾留学生 受到各种国际思潮激荡 在日本内部有思想家及也作造的 民本主义的思想在发展 在国际间 由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觉论述 而来自殖民地台湾的留学生 自然也会注意到 朝鲜持续发生激烈的反日运动 特别是1919年3月1日 许多朝鲜民众公开集会 高喊独立万岁 同一年5月 在中国则发起了五四运动 知识分子对于民众的启蒙 再再刺激着台湾年轻一辈的知识人 他们创办名为台湾青年的刊物 创刊号的卷头词写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 整个世界厌恶黑暗而仰慕光明 反抗横暴而从正义 排斥立即的 排他的 独尊的野兽生活 是这样的觉醒了 不合地融入日本人寻求平等的对待 所谓六三法 是日本考量台湾风俗民情与日本不同 为了求统治方便 授权台湾总督发布的行政命令 等同于法律 在当时许多台湾人看来 六三法赋予台湾总督 至高无上的权力压迫民众 要让台湾获得解放 六三法非撤除不可 这位男子叫林成璐 在日本明治大学专攻法律 对于六三法的废除 他有着独到的想法 六三法的存在 正确证台湾跟日本的不一样 如果是把六三法毁掉 正确试在台湾的特殊地位消息 为时最上来的考虑 不如还要进一步 在台湾设台湾议会 来认识台北立法 这样子 还要让台湾人的好利 也不是 漂亮啦 林成璐的意见 扭转了当时海外台湾留学生的运动方向 但在留学生之间 仍然有着 完全自治与建立议会的局部自治等 两条不同路线 1920年底 林县堂造访东京时 留学生们在他面前各自陈述主张 这个问题 最后要交由林县堂来决定 他认为 政治改革需要实力 不能突脱理想 而台湾与另一个日本殖民地朝鲜不同 民众抗争的力量 并不强 好 我决定了 应该以设置台湾议会 作为众人共同奋斗的目标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正式启动 这位是年轻时候的蒋卫水 他毕业于台湾总督府医学校 毕业后 本来想要在故乡宜兰街开业 但发现 若想要结交天下豪杰 还是得来台北 结果 不打不齐的朋友没救 在心北海的东西 刷是一个都没 完全过得没意义的生活 直到他听说了林县堂所领导的 台湾议会请愿运动 当时 蒋卫水知道议会请愿运动后 主动发起盛大的欢迎会 迎接从日本请愿回来的林县堂 而对于台湾议会的战略思考 蒋卫水更感觉 这是台湾人唯一无二的活路 也因此 蒋卫水与林县堂 两人一拍即合 正式合流 就在这个同时 蒋卫水身旁几位志同道合的伙伴 也一直鼓励他 应该出面组织活动团体 考虑当时台湾的情势 蒋卫水心里对这个组织的目标与样貌 其实早就已经有了想象 抱歉啊 这次的同样没法让帝国放心 不不 就要不一处大 1921年10月17日下午1点 在台北的静修女子中学 一场名为台湾文化协会创立大会正式登场 那一天 有三百多位成员出席 许多是来自总督府医学校 与国语学校的学生 众人推选林县堂担任总理 蒋卫水担任专务理事 蒋卫水梦想当中的那个组织 也就此诞生 在台湾文化协会的成立宗旨书中 他们这样写着 我台湾位在帝国南端 因孤悬海外 常与世界之禁运脱节 然而 台湾海峡实为东西南北船舶往来之关门 同时世界思潮迟早必见会合 蒋卫水甚至还为文协做了一首歌 虽然怀抱这样的理想 但蒋卫水对台湾的现状 心里却有着深深的不满 他大声疾呼 所以我在说 台湾人现状是真正有兵啊 原籍中华民国福建省台湾道 现住在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的这位患者 长期以来有头痛 眩晕 腹内饥饿感的症状 仔细看他 头笔身大 理应富于思考 却整天堕落带舵四肢倦带 没卫生 没智识 物欲却很旺盛 不知永久大忌 只涂眼前的小臂 头骨虽大 内容空虚 稍微深入的哲学 数学 科学及世界大事 便头晕目选 带着这种症状 以我诊断 是患了智氏的营养不良症 是智氏的低能儿 除非服下智氏的营养品 不然症状脱久了 就万万不能痊愈 蒋味水就像个大医治国的医师发言 而眼前的这位病人 就是台湾 这就是蒋味水有名的临床讲义 身为医师的他 面对智氏营养不良的台湾 主张文化运动是唯一的疗法 而文化协会 就是为了治疗这个病灶 成立的机构 他开出了处方 正规学校教育最大量 补习教育最大量 幼稚园最大量 图书馆最大量 读报社最大量 面对营养严重不良的台湾 文化协会的成立大会 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 这群包括蒋味水在内的热血年轻人 要开始全面行动了 首先 文化协会开始推出一系列的 讲习会与文化讲演会 主讲者众星云集 包括 蒋味水主讲卫生 林茂生主讲西洋史 陈逢源主讲经济学 王寿璐主讲外国事情 连衡主讲台湾史 蔡世谷主讲法律 就连人在日本的留学生 王敏川和黄成聪 也回台投入了演讲的行列 根据报道 有次讲演会的主题 是刑法之事这样艰深的领域 但现场听众 竟然超过了500人 让会场鸡无力追之地 此后 文化讲演会的举办次数 节节上升 讲题五花八门 光是一年 全台湾就举办了300多场的文化讲演会 几乎天天都有演讲 当时台湾人口不过约300多万 但听众从一开始的2万人 后来一路成长到了11万人 面对这样极为激烈的景象 总督府自然相当紧张 只要会场批判政府太过激烈 警察便会立刻终止演讲 根据统计 文化协会讲演会 被警察终止处分的次数逐年攀升 光1926年的316次演讲次数 被终止的记录就高达157次 几乎到了一半 有时还会有人来闹场 像是在这张照片中 蒋味水的身上就泼了一身泥巴 但他面对镜头 微微地笑 似乎丝毫不受影响 显然 这些干扰手法都没有打断听众的热情 连总督府都不得不承认 这是文化协会讲演会的狂热时代 在林献堂的支持下 每年夏天在雾峰林家 开办男女兼收的夏季学校 聘请岛内一流的各领域专家 教导最新的知识 培育新时代的青年人才 负责筹办整个活动的林献堂 曾对学员们发表演讲 他说 必须设法建设 比现在更美丽的台湾 更新的台湾 除此之外 文学的成员蔡培火 还想到运用当时 世界最新出现的科技助阵 也就是电影 当时蔡培火募集了5000元的资金 成立文学活动写真队 这是我们知道的电影 但是当时的电影 都是无声的默片 仅靠少数的字卡提示剧情 而且几乎都是外文 这样的电影 要如何让民众理解内容 又觉得有趣呢 这就要靠电影外的主角 辨识的功力了 有一个中年的官府 辞佣一南一路 比上时还是很轻轻在做事 那晚上在家里 还要拿人家的杂质 贪嗦费来给孩子设施 穿材做到三家 半年才有充分 这两个孩子真乖 想要跟老母赌三天 结果率都叫老母给他们接鼻 竟然说就要专心地设施 就好 有一天晚上 老母一个情形 所发言说孩子没在生活边 他就怕出房间 看着说在天的 那个暗淡的电影更远 两个孩子 耍拍到桌上睡 老母就怕过 两个孩子在生活边 不感觉在目光四浪水 很多时候 默片经过辨识的生动解说 竟然让全场观众 不禁都流下了眼泪 当然 厉害的辨识 还会随着电影剧情 偷渡理念 暗奉时局 和文化讲演会一样 电影播放时 常常遭到警察命令辨识中止 至于中止的标准 往往取决于警察的主观认定 例如某次播映 便是说到 电影中八字胡的男人 不是好人时 立刻遭到中止 只因该场监听的警察 正是八字胡 短短几年 蒋卫水说的 文化低能儿台湾 服用了名为 文化启蒙的药铁后 似乎逐渐转古 越来越多人 努力学习新知 挤起直追 不愿被世界抛下 同时 他们也对脚下 这块土地的未来 有了美好的想象 为了提升台湾的地位 台湾知识分子发起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不过台湾总督府 却以违反 治安警察法的机会 结设为由 展开全岛大逮捕 这就是历史上 知名的治警事件 治警事件 虽然逮捕了许多 台湾的知识分子 重挫台湾议会设置 请愿运动 但是被告们在法庭上 慷慨激昂的陈述 答辩 透过台湾民报的刊登 让被告们 成为许多台湾人 心中的英雄 也更加的激励了 百姓的政治热情 和民族意识 最后我要说 感谢心明 所有新闻台湾人 1923年 第三次议会 请愿运动过程中 经过蒋渭水的联络 台湾第一位飞行员 谢文达 亲自驾驶飞机 在东京上空 空投一二十万份 台湾议会的宣传单 这天在东京 有群来自台湾的年轻人 看着飞舞的传单 仿佛他们对台湾的理想 就要乘着谢文达的机翼 一同飞向天空 文化协会 文化的建议会 有害的思想 民衆を可動化し 世の秩序を乱劣な团体です 但是 就在同一年12月16日凌晨 台湾总督府 以违反治安警察法的名义 将蒋渭水等人 关进台北监狱 这场大逮捕 是突如其来的 总督府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搜查传讯将近百人 并逮捕了其中的40人 事件发生的时候 一切对外交通 无论电话 电信除官方以外 私人的通信均被控制 街头巷尾与公共场所 均有特务人员在监视 最后包括蒋渭水 菜培火 林成璐等十多位台湾人遭到起诉 他们被控告发起台湾议会请愿运动 参加秘密结社 策划本岛自制独立 违反治安警察法 消息一出 全岛哗然 台北地方法院旁听席 被挤得水泄不通 甚至有人清晨五点就前来排队 一场针对文协成员 参与台湾议会请愿运动的审判 就这么展开 三好検察官 陳述を始めてください 本件の犯罪事実は至って単純かつ明確です すでに禁止された結社が活動を続けている 知らないふりをし法を犯し続けている しかしこの他にも言及すべき点があり 台湾の民は新国の時代から 異政者に反抗することを好みます 日本の領土になってからも 反乱は止むことがありません 核のごとき事件が発生し得るがゆえに 日本人は台湾人に信頼を置くことができないのであります 加えて同化政策は総督だけの意思ではなく 天皇陛下の恩御心によるものであります 還元すれば ともかくそれは憲法違反であり 独立を企む暴挙であると申しましょう 終於三好一八檢察官總算講完 沒人料得到他這一講 居然講了六小时 這下患被告辯護士這邊發言了 検察官殿は6時間も熱弁を震われました 他国の植民政策から台湾の非族制罰まで しかし いずれも本件とはさほど関連がないよう 見受けられますね 昔然 被告的辯護士早已準備好 与三好檢察官 来一場激烈的攻防 被告人は30過ぎの青書生ばかりだ 叱るに覚悟を過激な行動に出るとは 意義あり 明治5年頃 伊藤公爵は若干30 岩倉大臣も40過ぎでした むしろ老人に真の言論を期待することこそ 無理がある 不穩な文句の羅列されたビラワマキ 民族主義を標榜し 社会に外役を成すこと 一度や二度ではありません 意義あり 控辯双方 来来回回 争風相對 此刻 身為被告的蔡培火 突然提出要求 希望能親自参与答辯 庭長宣告 休息30分钟 最後 庭長竟然破天荒同意 让被告推派5人 简单扼要的陳述答辯 这个決定 给了这群台湾人 表現的舞台 我生日の事 我不知道 有多或不多 我也不知道 但是今度は 減召官的論告 我要提出我的意見 他提供法官参考 首先登台的是林宥春 警察官說 畢格是要反抗政府 我們絕對沒有做這種事 我們有管理 對政治來評論 這是我們的義務 這樣才能讓國家進步 我們放棄這種義務 對國家電動是不利 這場史無前例的 五人答辯 由林宥春 林成露 陳楓源 蔣衛水 蔡培火代表 慷慨陳詞 整個過程都被這家報紙 一一記錄報導 臺灣民報的前身 是東京臺灣留學生團體的機關刊物 臺灣青年 臺灣青年創辦時 和林縣堂同為學生領袖的蔡慧如 曾自掏腰包支持 但這個時候 蔡慧如也成了 致警事件大審中 被起訴的對象 還好臺灣民報 如今已經成了 總督府御用媒體以外 臺灣少數的民間大報 比起官方報紙的官樣文章 臺灣民報 將五人答辯過程 如實逐字記載 像是林成露 慷慨激昂地說 無論臺灣是民地 還是日本地國本土的一部分 不管怎麼樣 臺灣是這上 都是由得以民作通敵 這是主事 透過報導文字 讀者仿佛親眼目睹答辨現場 まず的隙は そもそも異なります 短期間での動画など 無理無態どういうものですか 動画主義への反対が 反逆に等しいとは 口頭無形の極み 簡潔にお願いします 蔣衛水一上台 就滔滔不絕的論述 一一反駁 檢察官所有指控 台湾は360万もの中華民族要する ゆえに台湾当時は にか新鮮の上でも 諦めて重要です 日本ばかりが 東亜全域にも 大きな影響を及ぼし それは日本人の北京社会についている 台湾人の世界平和の社会についている 世界平和の第一番目は 東云の河辺 中華民族 日本国民の台湾人 成立法青山設立的書面 いろ台湾人 幸 sweet 这項書面 当然 因為平和 才能確保 世界人類幸福 才能完成 最後我要說 最后在经历九次的开庭 蒋卫水等人 一审获判无罪 但显然 有个人并不乐见这样的结果 在三好检察官的缠斗下 蒋卫水等人 终究被改判如狱 但经历与帝国过招的历练后 这群违反治安的罪人 不但有民众促勇迎接 他们还风光地拍了纪念照 仿佛经历了一场光荣的战役 大家一起笑 三 二 一 1924年6月 台湾商人孤显荣 与许多对殖民政府友好的御用声势 计划召开全岛有力者大会 这群有力者跳出来 主动为殖民政府辩护 说议会请愿运动 不能代表台湾人的普遍名义 为了反制 文化协会的成员 也召开无力者大会 在会议中 他们严厉地反击 在20世纪 还有这种对政治法律 人道正义 毫无理解之绅士阶级 此种腐败分子 料应绝灭 这时的台湾民报 经过了治警事件的锻炼 越来越成熟 也成为激励民众前进的喇叭手 成为台湾人唯一的喉舌 我们唯一的言论机关 但很快的 编辑者们逐渐感觉到 这样的发行频率 太慢 并不足以应付 当时快速变化的世界局势 还有汹涌澎湃的思潮 而后同一群人 又在创办开行频率 更快的台湾民报 创刊不到两年 台湾民报的年发行量 就已经从2000份 增长到1万份 紧咬其他总督府的御用报纸 1925年的新年特刊 页数更从平时发行的 16页 报增值136页 有数百家商号 刊登多达超过100页的赫年广告 但是也因为与官方针锋相对的立场 台湾民报常常受到警察机关禁止或审查 担任林献堂秘书的夜容中曾经形容 如果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是外交战 台湾文化协会是短兵相接的阵地战 那从台湾青年到台湾民报的发展 就是属于宣传战了 就这样 台湾民报与总督府进行舆论抗争 并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台湾文化协会成为三位一体 分进合集 将台湾当时的文化运动 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 在这份报纸上头 有各式各样的论战在发生 社会各行各业 各种阶层的人士 都有越来越多的机会 讲出自己的所思所想 当时的台湾年轻人 积极组织像是通宵青年会 五七青年会 草屯延峰青年会 还有基隆彰化各地的青年读书会 引起了殖民政府的注意 黄承聪就在台湾民报上强调 绝对不可以将所有青年的思想 一律视为洪水猛兽 假使只知压迫二字的话 一定有害于国家社会的健全发展 思想必须以思想来加以教育 权力绝对无法战胜正义的思潮吧 台湾的女性则组织起 妇女问题讲演会 除了邀请文学成员主讲 题目包括妇女运动的过去与将来 长时间的妇女问题等等 来自嘉义的女性黄细娥 甚至亲自上场发表演说 讲题为 痛骂侮辱女权的绅士 痛欲男女的不平等 而在台湾民报上 就有篇出自女性之首的文章高呼 我们的时机已到了 我们丢了的地位 正在面前等我们伸手去取回 现在已是我们伸手的时候 醒吧 醒吧姐妹们 甚至连文学界都有激烈争论 在1924年 一场新旧文学之间的论战 就在民报上沸沸扬扬展开 作家张我军接连发表 为台湾的文学界一铺 请合力拆下 这座拜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等文章 他在文章中痛骂 台湾文学家孩 练着笼中的骷髅 情愿做个守墓之拳 在那里守着几百年前的 古典主义之墓 若不改变 很快就会被世界的文坛给遗忘 这一番话点燃了文坛战火 但为了提倡白话文学 张我军摆出一夫当官 万夫莫敌的气势 也正是在这个热热闹闹的时刻 台湾社会出现了一个 此前没有受到太多重视 但此刻逐渐吸引运动者的新议题 那就是农民和农民运动 1924年 张华20爆发一场农民抗争运动 也就是20事件 主要是因为 智唐会社的收购价格太低 严重欺压浙农 农民不满的情绪 演变成和警方的冲突 最后警方展开大逮捕 竟然逮捕的人数超过了400人 连看热闹的民众 也受到了无望之灾 这20浙农事件之后 各地纷纷成立农民组合 期望提升农民知识 改善农民生活 20事件成为台湾农民运动史上 重要的里程碑 最后我要说 感谢心明 导致我新闻台湾农民 2号码明 东海默罗是可爱 天生机也知道 山天褲奎夕相揚知 我都爱过来 就你一代 就你一代 我们是太初诈 是红楼材 台湾全都快出帝 我尽情是一代 这个人是李硬章 彰化二龄人 身为医师的他 时常骑着心爱的温度败 穿梭在乡间 四处出诊 也因为时常为农民看病 让他发现到农村生活的艰苦 也发现台湾糖业生产的不公不义 李硬章也是文化协会的干部 他在农村举办巡回讲座 透过各种资料与数字 揭穿糖厂剥削农民的事实 在他的鼓舞与推动下 二龄这里的农民也开始行动起来 1925年那天 李硬章带领浙农成立的二龄浙农组合 试图以团体的力量和制塘会社交涉 他们要求公平称重等等要求 并宣誓未公布浙价前不让会社采收甘蔗 但事件的进展完全出乎预料 那天还未协议好浙价 制塘会社就在警察的陪同下 到二龄说要采收甘蔗 结果造成浙农与会社职员在现场僵持不下 双方对峙中 一位唐厂主任便抓起一把镰刀开始收割 围观的组合成员立刻高喊 未发表这价不准采收 还有人拾起这节级图快 就向唐厂主任丢了过去 几名远景见状拔起佩刀 激化了浙农的情绪 冲突中远景的佩刀被浙农夺走 双方互有负伤 事发当天李印章出诊在外 回到医院后才得知出了大事 随后总督府大规模逮捕了 包括李印章在内的近百名疑犯 这就是轰动全岛的二龄事件 经过十个月的拘禁侦查后 二龄事件的大省 在台中地方法院正式登场 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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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嗯 わかりました 質問は以上 稍等ね 報告代理 又好好講幾句啊 我聽要求人立歲請我卡羅 當家的麻糬團來請我卡羅 會社要求人情感吃 你人中生是要算團也請我卡羅 只要有錢好我 不管是誰 我都會當替卡羅啊 這位男子 只是二齡事件當天 一位打羅宣傳的農民 和事件沒有太大的關係 卻被求刑一年 當時事件中 有不少受到刑囚的人 比如台湾明報記載 雕龍蝦或用竹夾起兩族 使其跪在磚上 其殘酷實難堪形容 在這個案子當中 被逮捕和征訓的人 也多半是農民 小工 甚至是看熱鬧的人 也難怪台湾明報 說這是一場 小題大作的大檢舉 但顯然 檢察官不這麼認為 二齡事件發生的時候 日本內地的日本勞動總同盟 十分同情 二齡事件受害者的處境 因此特別派出了律師 來台灣幫忙辯護 你們的確定是一場的 文化協議員 二臨事件主任 在某檢舉辦公司 有間諾的國務院 有間諾的理論者 理論賞 是嗎 那是 沒問題 昨年10月5日 あなたは干渉農家を代表して 政党会社へ交渉に出向いたが 門前払いされ 15日に再び出向いたが 同じく拒絶された これは事実ですか 是 会社的医療比伴人が高 公司身份が好 同時会本市公布再当相信 その組合のあるものは 価格が決まる前に借り取られるなら 燃やした方がマシだと 発言したそうです あなた方はこうした先導行為を行いましたか 私たちに行くことはある でも言わないと言わない 農民が了解自然に来自治会社 言わないと言わない 私たちに自治会社 言わない 人が自治会社に行くことができる 人が自治会社に行くことができる 農民が知らない 所有的管理が自治会社に行くことができる そして感激感を作成長 一千金も四万円 人が何必要求会社に行くことができる 就如同李印章所回答的内容 每一条都是時事求是的数据 但是 和要求唐厂談判的合理抗争 却被檢察官形容成文协谋划已久的 襲警土匪事件 面对检察官 这似曾相似的控诉 台湾民报 形容这是与两年前 治警事件大审 一模一样的情景 但也与治警事件一样 二林事件的审判 反而刺激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这场审判 进而促进全岛规模的 台湾农民组合 1926年在凤山成立 这其中 来自凤山的教师剪辑 更是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他自数年轻时看到故乡的浙农 盖世赤贫如洗 其惨淡的生活时常募集 在这周围过日的我 不觉感着无限的伤心 剪辑等人的活跃 加上日本劳动农民党三剑客 麻生酒 布施陈志 古屋真雄等日方人士的指导 台湾的农民运动 开始蓬勃发展 而台湾农民组合 也成为之后几年 台湾最主要 影响力最大的抗日团体之一 但是在另一方面 这样的热潮 也使农民运动 越走向阶级化与国际化 这 就是文协加速分裂 随着农民运动高涨 台湾文化协会内部 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包括讲卫水在内的许多人 开始受到社会主义所吸引 注意到阶级问题 有些人温和 有些人激进 早期在文协中 参与甚深的王敏川 连文青 就属于其中较为激进的一派 至于蒋卫水 则在1926年6月 创立文化书局 并企图从世界名著 与思潮中 为台湾的社会运动 找到新的道路 他曾说 台湾农民占全人口之六成 台湾的农民 是很困苦很贫穷的 所以台湾的社会运动 除其农民运动以外 是没有意思的 但同一时期 当年曾与蒋卫水 携手合作的林献堂 在看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后 资产阶级遭清算的惨状 却得到了不同的结论 他曾在日记中写下 于孔一旦革命后 将变成为路西亚 白者为乞丐 赤者为富豪烟 面对岛内外 特别是日本本土 与中国大陆 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 台湾内部 包括在文协成员之间 也出现左右请变 民族运动 与阶级斗争的大辩论 渐渐的 当年携手成立 台湾文化协会的成员们 开始发现 每个人在思考台湾 所面对的问题时 已经没有办法 用同一个答案去解答了 而台湾的抗日战线 从此走上了 更多元化的道路 东方数团结 文化协会创立十年后 蒋渭水应感染风寒 没多久就过世了 在他奋力呐喊团结的口号声中 文协仍然走向改组 分裂 最终被官方取缔 由这些运动先决者 所推动的黄金十年 也随着蒋渭水的大重葬 几乎同时奏起晚歌 就像赖河写的散文 将文协比喻成在暗夜中行走的两兄弟 他俩不知立的什么地方 也不知什么是方向 不知立的地面是否稳固 也不知立的四周是否危险 因为一片黑暗 眼睛已失了作用 他俩已忘却了一切 心里不怀抱惊恐 也不悉求未安 只有一种的直觉支配着他们 前进 前进 为着前进而前进 前进 向着那不知道着处的道上 我们常说 我台湾 我骄傲 然而台湾意识 从日治时期的殖民统治 到民国之后的大中华教育 却是历经了许多前辈的血汗 和生命换来的 希望今天的台湾人前进纪录片 能让大家更加的珍惜 台湾这块宝岛 好不容易拥有的民主与自由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胡婉玲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